M加博物馆这个争议的摄影作品事件 接下来我说一点关于美股昨晚发生什么事 即上半部 好了,争议的照片 什么事呢?就是新闻党的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就说 他在M加博物馆的网站 因为M加博物馆是年底才开的,未开的 但是在网站上 就看到一幅作品是艺术家,艾美美 就用宗旨,指向北京天安门广场 有一幅这样的照片 说其实你一个正常人去看 看到也不妥了 用宗旨,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手势 这是国际都认可的,知道的,认知的手势 是一个粗口的手势 就指向天安门广场 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个真的很不妥当 容海恩就质疑 这个作品会不会已经违反了香港的国安法呢? 因为M加博物馆 在西九里面 政府豪资很大公帑去兴建的博物馆 没理由展出对国家不敬的作品 应该就将这个作品下架 容海恩提出了这件事之后 各方面 也有人出来说话 我先找一些久一点的 早前有人 访问 这个M加博物馆 的馆长 他是澳洲人叫华安瓦 他说什么呢? 在M加展出反共人士 艾美美的作品 又或者是六四事件的作品 又或者是反修例运动的作品 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国家的哗言 和不少的批评 估不到 最近就发生了 在网站找到这些照片的事件 好了 艾美美的艾美美 大家都知道他很出位 又常常不穿衣服 是不是 也不知道是会卖弄色情还是卖弄艺术 很简单 他最有名的就是党中央 穿一条跨档裤 玩色字 可能是幽默感 大家都知道他 是对着建制和中国的杆 他的立场大家都知道 有人在电台 就访问了他 他怎么说呢 其实艾美美的作品 除了这幅指向天安门之外 也有类似的作品 是用宗旨 指向美国白宫 以及瑞士的白恩联邦议会大厦 都有类似作品 我有指美国和指瑞士的 不只是指你北京的 艾美美说对这个事件 如果有人质疑 就感到遗憾 就认为立法会议员 容海恩 把艺术的范畴 直接放到和政治对抗 关联 对艺术就不了解 艾美美说如果艺术作品有价值 就应该提出问题质疑 对权威的质疑 这是对艺术的非常核心价值的影响 除了艺术的艺术发言之外 还有一个人发言 他就是艺术发展局 视角艺术小组主席 陈锦诚 之前他可能大家未必知道他是什么 不过现在开始就出名了 他就说艺术作品主要是 如果是容海恩提出来 就挑战权威 并且其实这个作品不仅是针去中国 他认为容海恩 可能见识比较少 就是这样说 都真是 不知道谁的见识少了 我说一件事 说一件事就是 这句说话有问题 艺术何需懂 艺术不需要你懂 我们不需要有些专业在跟你讲这么多 我看到这个我感受到 第二件事 在这个民族感情下 大家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会有出声的 不是见识少 而是 可能是对方见识少 你不知道这个民族感情 对国家的感应 再说一件事 其实 我们有一个叫 乌合麒麟 这个专门讨刺 这个西方血腥 政治血腥 暴力的 作品 为什么不拿来香港展览呢 如果平衡了 我就不出声了 没错没错 其实 你整个作品出来 当大部分人士认为 觉得不妥的 这个作品不妥的机会也挺大 发生这件事 其实呢 艺术局里面 都挺乱聋的 昨天我已经说了 艺术局和电影发展基金 里面的人士都非常复杂 这次 出了这些照片之后 再看看 其实出发的原因 应该有机会是 里面的评审 原来里面的 艺术局的评审员 有一位叫陈什么 还有有八位 都是艺术局的大会委员 分别是 姓李、梁、周、鲍、中、梅 以及两位姓陈 其中一位姓陈应该就是 我刚才说的 陈锦成 原来这 九位人士 曾经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们曾经在 街头骚乱 鼓吹和参与 原来鼓吹和参与 原来这群人是这样的 但是 哪里来呢 是不是新闻报道 他们有鼓吹参与 还是有人被拒捕了 其实很公开的 其实他们在Facebook发过什么 说过什么 我立刻就上去找了 这个 陈锦成 我就立刻打他的名字 上去搜寻 发觉 原来 有一个网址 叫做香港解密 他就列出了 他将 他将这个 Chris Chen 陈锦成形容 是什么 暴徒 是 曾经 煽动学生 参与 人链活动 祸害未成年人 他将他这样形容 我上去他的Facebook 我首先看到 他有一个 帖子 反对政府的 反对政府的 明日大嶼计划 他说 将6千多亿公帑 扔入咸水海 去年 10月9日 他发了一个 什么新闻呢 就是说 港府有在湾仔 设置了一些 检测中心 疫情的检测中心 他就说 题目是 湾仔区 武汉肺炎检测中心 明天起运作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想 不可以再叫这个名字 他就不管了 10月 去年10月的事 国安法已经生效了 他就说 弄了这个题目 另一个帖子 他就分享了一个片段 什么片段呢 就是 《艺民界反对港版国安法的记者会》 他就弄了这个 这个影片 放在他自己的Facebook 接着还放了什么 《袁荣江归香港的管员乐团和合唱团》的MV 也都在他的Facebook看到 接着也有上片是 王耀明联同艺民界 联署反对 港版国安法 他们担心以言入罪 是头上的刀 这个全部都在Facebook找到的 还有一幅相 就是 他们在区议会大胜之后 在湾仔区 拍照慶祝 不过 陈感成就输了 给一个 区议员叫李碧儿 李碧儿已经在第四届 连任了 陈感成 他有1652票在修盾 他在区议员站 以138票之差 输了 输了一点点 不是输了很多 这个就是他的 履历了 我可以看到 这位陈先生基本上一直都是一个 很积极参与 反修例运动的人士 但是他是魏法局的委员之一 所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好,再一点点时间 我就问一下 魏法局的 主席 王英伟 在选人方面 是否应该 考虑得比较周长一些呢 将来 或者是拨款方面 因为这些人入了去做委员 不单止拨款 还是拨款 可能是 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项目 都是他们批的 那现在 这些照片 他是 仕艺的主席 相信这张照片放在 M加博物馆 都是他的主意 他有份 同意 小小时间我讲一讲 美股昨天发生什么事 就是 有些调整 纳资跌了3% 导资跌了0.4% 那就是什么事呢 巴黎宣布16个省封 一个月 油价下跌9% 这个期货 另外 美国的上个星期 第一次新领 新领救济金 增加到77万人 美国的 10年期的债息 去到1.75% 担心年中会去到2% 拜登的加税方案 有些人会担心影响经济 这都是 暂时 有些少少的负面消息 但我相信 应该都是 调整的借口 所以 暂时的市 应该是 怀而代变 我就觉得会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